朋友们这明明是个恐怖故事 但我真的要被女主笑死了 眼前这个女人英子找神婆算命 神婆在紫水晶前已经看出了英子未来的命运如此凄惨 孤独凄凉事故疾病接踵而至 特别是她的婚姻和家庭更像是牢笼一样将她锁在里面 但想要化解也不是没有办法 就在英子30岁生日当天 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翻身机会 只要英子抛弃原来属于自己的一切 尤其要在3月14日英子出生的同一时间晚上8点50分 扔掉对她来说最最困扰她的东西 就可以逆天改命 重获新生 于是英子来到五金店买了一把单手 然后又去旅行社订好了飞往国外的机票 看来她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幸的根源所在 因为英子一生虽然平凡 但是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 父母恩爱 自己也学有所长 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公司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但就在结婚后 对她来说完美的人生不再完美 因为她的老公大全是个十分不修蝙蝠的人 边吃饭边放屁货室 边睡觉边放屁 家里满满的都是她的屁生和屁物 想到这些英子实在是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英子在内心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在她30岁生日当天约了大全在一家高级餐厅 一起享用最后的晚餐 可是在完美的计划也有漏洞的时候 因为大全加班迟到到了餐厅已经7点多 英子想趁大全不注意时往汤里加入大量酒精 这样一杯就会醉得大全就会迷迷糊糊地回家 可是不料被大全发现只好做罢 眼看时间要来不及 英子只好假装自己肚子疼要求尽早回家 可是大全突然让出租车停在了路边 因为妻子肚子痛大全赶紧去药店为他买药 终于到了家门口 可是结账的时候大全却掉了一枚硬币 节俭惯了的他不停在车厢里找啊找 恰好这时英子手腕上的手表突然停住了 没关系 为了时间上的精准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个闹钟 天哪时间迫在眉睫 于是英子赶紧拉老公进家门 可是一紧张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大全只好一边埋怨他粗心一边帮他拾起 马上就要8点50分整了 为了自己未来能够幸福 摆脱恶语 只有把心意横捡起地上的砖头朝大全砸去 为了毁尸灭迹英子拖着丈夫沉重的身体 缓缓地走进房间 朋友们 反咋来了 这时英子和大全的同事们早已等候多时 打算给他一个生日惊喜 原来一切都是丈夫的安排 大全打算在这一天告诉英子自己已经生日 将会带着他离开日本一去海外分公司 朋友们一同欢畅的生日祝福歌异常的刺耳 原来人的命运早已安排好 无需你做太多的挣扎 因为该来的幸福生活总会来 原来大部分女人的痛苦根源都来自于自己的老公啊 其实每个人的老公也不是义无是处 比如大全虽然爱放品 但是她工作认真 对老婆也关爱有加 所以说每个人的优点都会有一个对立面 如果你想要一个老实的丈夫 那么必须接受她不懂浪漫 怎么样 这个故事你看懂了吗